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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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个菜式只能将玫瑰露做主角 玫瑰露 豉油鸡 用电饭煲来做 这个就要施盛 主子姐教我的方法 那我就要教大家 因为这个方法是零失败 而且是不用看火 很简单,材料一只鸡 一汤匙的老抽 2匙的玫瑰露酒 3匙糖 1,2,3,4 8匙的甜豉油 还有4片姜 现在要做事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电饭煲 好,然后这个 甜豉油 全部放进去 糖 酒也放进去 放一半 全部放进去 全部放进去 这个方法最初我都说 真的可以这样做 现在可以按了 好,现在等它滚了 再等它滚了 再等它滚的时候就放鸡下去了 这个东西是聪明的 在这些东西滚才放鸡下去 这个鸡肉的鸡肉 就不会那么容易它滚 现在你看它滚了 那我就放鸡肉 对 低胸就向底下 对 因为低胸肉的鸡肉比较厚 好,这样就盖上盖子 那鸡肉每10至15分钟就反一次 但是反四次就当然可以了 但是因为切豉油鸡 你一定要放到它冰了才可以切 我们就已经切了 刚才我们的饭煮变了一些汁 对吗 对 那现在我煮一下它 就淋在面上 这样就可以上菜了 哇,那一块姜就好吃了 对 这个玫瑰露真的 出名是玫瑰豉油鸡 对 如果你再煮一次 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对 那边边有点热力 就将那个豉油汁再浓缩 就要蘸些豉油 所以它的豉油更加香 对 很漂亮 谢谢 姜可以放进去 姜可以放进去 可以放进去 我帮你找 这个很好吃 请客就可以了 对吗 你刚才叫人家拿点葱 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然了,很漂亮 哇 像女人画的唇膏一样 很漂亮 很新美丽的唇膏 很新美丽的唇膏